台北建成邁向140周年 由於這座唯一保留清代原貌的北門城門 有部分受損 市府特別規劃北門修復工程 但在這之前率先開放北門二樓 讓民眾親近欣賞這座歷史悠久的國定古蹟 台北市長蔣萬安帶領福興國小小朋友 一同登上城門探索內部結構 從前因為張權廳的關係 所以兩個不同的城市經常熱鬥 所以最後會熱走各的門 這就是後來台北會有五個城門 兩個旺城的來流來 所謂通就是這個 三通一二三 三通五瓜的構造 那種三通五瓜的構造 在以前的木結構是有非常普遍的一種做法 但是出現在城門樓就非常特殊 再有外牆 兩重牆 外牆是用來作為監視用體 作為軍事上的監視來用 回顧北門的崩華歲月 臨近的福興國小與北門相伴走過126個年頭 在祈福光河儀式中 福興國小八位學童與市長蔣萬安 文化局長蔡師平分別寫下對北門的祝福 與未來期許 並放入祈福時光河中 期待往後再次開啟光河 迎接未來台北的城市發展 請方看一下媒體 希望台北 希望我們再創百年的風華 迎接下一個100年 市長是台北市的市長 所以他的格局要看得比較遠 那我們是文化局 所以我們一定是從文化角度 北門可以眺望未來 北門可以眺望未來 我想從北門不單眺望了 回顧了過去 我們未來也要再登北門來眺望未來 台北建成140年 我想用一首新詩對北門說 在歷史的長廊 你堅毅不拔地矗立著 見證了朝代的更迭 挺過了槍火的摧殘 從灰白到有了色彩 從擁擠到有了自己的空間 獨一無二的外貌 蘊藏著幾千萬個腳步與回憶 在這140年的光陰裡 讓我們一同紀念這歷史性的一天 讓我們一同懷念我們曾走過的歲月 讓我們一同展望你嶄新的未來 北門登城樓活動到5月29號彩報名制 無法登樓的民眾也可以透過現場螢幕播放 北門360度環境導覽探索城樓之美 現場還有展示台北建成以來不同樣貌 明星片蓋印體驗 讓民眾更認識這座歷史城牆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